OPEN獎 這是OPEN獎的朋友 跟你什麼事啊 開心享受 享受人生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老師Wikki 今天呢 我們幫你開箱是 7-11的熱壓吐司系列 你去一般的早餐店 它可能只有蛋餅 三分之這些是有的 但是這超商剛好就幫你做這個熱壓吐司 而且熱壓吐司我覺得有一個好處是 它的料呢 它幫你壓得很緊實 所以壓在裡面 它不會溢出來 像上次我不是有開箱一個 精華的還是哪一個頂級的一個飯盤 那個白醬鮭魚 那個好好吃 我一直在舔那個包裝有沒有 那個醬長都流下去了 可是這種熱壓吐司就沒有這個問題了 它幫你壓得很緊實 它把料弄在裡面 這樣吃了每一口的 都有吃到它的醬料 而今天我們要開箱的是 熱壓吐司的推薦系列 登 這邊呢 就是我們推薦的熱壓吐司系列 它有寫光和帕尼泥 什麼是帕尼泥 帕尼泥呢 就是義盪力的三明治 它就是直接統稱帕尼泥 帕尼泥 帕尼泥 我跟妳講 當初我看到這些 我就覺得 哇 如果早餐吃這個一定很爽 這吃起來超過癮 而且很好吃 可是這個 它在超商熱壓 它要現場熱壓 而且還要熱壓兩分鐘 早餐兩分鐘就太久了 我跟你講 好吃的東西是值得等待 你等兩分鐘是值得的 那我們就來準備開箱 我們呢 剛剛已經把它全部加熱完畢了 給大家看一下 告訴你 它很特別 開箱 這是開箱的朋友 你什麼事啊 第一款 理肌肉蛋 那通常呢 早餐系列 給大家一個小小的準則 就是我們可以控制在熱量 400大卡左右而已 那這種主餐主食的部分 我大概要控制在200到300左右 為什麼 因為我習慣還會這樣喝飲品 那我的飲品呢 一定會搭配蛋白質的飲品 所以你控制在400左右 多一點點其實都是可以接受的 那就是一個小小的準則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那這款理肌肉蛋呢 它每一份量是113公克 熱量287大卡 蛋白質4.8公克 脂肪12.1公克 包含脂肪3.4公克 反式脂肪0公克 碳水化物29.7公克 湯6.2 那量612毫克 那整體來講呢 它的碳水大概只有半碗飯而已 它油脂也沒有超過蛋白質 所以我覺得很OK 然後像這種 你有沒有 關鍵字 理肌肉 只要是看到早餐 或者是任何的外食 有這種理肌肉的 它會是你的主要肉食的選擇 一個選擇之一 原因在說 理肌肉類呢 它的油化都是比較少的 好 我們來試試一下 它的雞蛋跟肉的醬料 是塗得非常的滿的 所以你吃起來它的整個蛋跟肉 它都吃到那個抹醬的味道 然後它的胡椒香我覺得蠻香的 整體來講非常的match 你會感覺吃到像 轉會三明治的味道的感覺 我想你買這一份 就跟你去早餐店買的那種 三明治給的料會是差不多一樣多的 它不會像是超商的料給的很少 我覺得吃起來還不錯 大概是三年五顆星 那這個是鹼子可以吃的喔 那它的價錢呢是65塊 你買單嗎 第二個 胡椒餅風味 哇 有沒有看到這胡椒餅 這個肉質感覺非常的多餡 它是 蛋白質是1.6公克 脂肪9.4公克 飽和脂肪4公克 碳水耗24.7公克 糖3.8公克 那含量430毫克 大家如果去吃那外面的那個胡椒餅 你會發現它的那個餅皮咬下去的時候 你看那個從內到外 它是一層一層一層的 有沒有 它就是因為它是用酥皮的方式 而且是為什麼它熱量會比較高 除了餅皮裡面的內餡 油脂也是特別的高的 今天想吃那個胡椒餅 又不想吃那個胡椒餅的熱量 這款熱壓圖是可能就很適合的 這樣一份230大 外面的胡椒餅 可能要大概340大卡左右 欸這個還是有差別的好不好 這個味道我們來試一下好不好吃 它的肉量滿紮實 我不得不說它這個早餐這個 帕尼的系列這種熱壓圖絲 它的料確實還滿多的 所以它價錢會貴 我覺得不是沒有原因的 它這個胡椒肉的風味非常的好 它的肉香的咬起來是非常的好 不會硬不會踩 做的還不錯 然後胡椒的風味剛剛好 不會太強辣 它的不會讓你覺得刺激性很高 它是有肉汁juicy的 我覺得這款可以到4顆心 很好吃 那我們下一款 來 第三款 醬燒製烤牛 它寫的是日本植樹醬汁搭配製烤牛五花 通常大家可能看牛五花就覺得 它這個東西應該不能吃了 但我們從這個4款的這種熱壓圖絲 去把它放在推薦的主要因素也是在於 不僅是看食材 它像它的營養標示 欸 看了一下 它的熱量呢 每一份是106公克 熱量235大卡 蛋白質9.7公克 脂肪9公克 飽和脂肪4.4公克 反式脂肪0.3 汗水泡28.8公克 糖5.4 那一量400 70毫克 那就是相對來講 我覺得可能比較適合 我們早餐要去選 你也不用太擔心有負擔的 那如果以醬油來看 你知道醬油是沒什麼熱量的 它是一個調味用的 那自烤牛五花 它就是裡面所有的熱量 來自於牛五花 那為什麼自己熱量不高 我在猜啊 因為牛五花裡面放的 可能也不會到很多 所以它才會可能熱量整體不高 吃一下 它裡面有洋蔥 它就像是我們去吃日本 壽喜燒裡面的那種 鈣飯有沒有 它那個牛肉丼飯 它裡面就會有牛五花洋蔥 調的料呢味道也非常的好 沒有死鹹 加上這個醬香的甜味 而且量比我想像中的還要多耶 吃起來你會覺得是非常實在的 那整體來講 我就是吃起來有到四顆星的推薦吧 鹼子也是可以吃的 因為它熱量呢 整體來講是不高的 那吃起來的味道 我覺得非常的不錯 大家去試試看 我現在有一堂 全新的高效的 藍子進化的線上講座 想幫助呢 如果真的想要認真一次就減肥成功 並且擺脫 減脂負胖 減脂再負胖的一個循環 還有就是我們瘦不下來的關鍵 到底是什麼 以及呢該怎麼吃 才可以讓我們運動後的飲食達到四半功倍 教會你呢 減脂最重要的核心觀念也是熱量赤字 這些都是我多年實戰過的一個減脂精華 講座中呢 我還會提供你非常實用的習慣養成紀錄表 減脂呢就是良好習慣紀錄的一個養成 讓剛開始準備減脂的新手們呢 可以更有方向去執行我們的減脂計畫 而當然我還會教會你 喚醒你強大內在動機的六個步驟 你到底為什麼想要減脂 了解呢自己呢更容易去達到你的目標 這是一堂呢需要報名費三千元的一個獎座 但是現在呢我特別開放 免費報名 不過呢是有限時限額的 因為我希望呢把這個詳細的內容 留給真的有減脂決心的你們 讓你們呢可以更快速的從零開始 當然如果你已經正在執行減脂計畫 這個講座呢也非常的適合你 可以幫助你呢如何將你的運動呢 跟你的飲食達到四半公佩的一個效果 趕快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趕快去報名吧 第四款 富航豆漿的沖蛋後燒餅 哇大家看到富航豆漿有沒有滿好吃的 很多的回憶 哇真的很好吃的豆漿店 如果外國朋友來到台灣 一定要帶他們去吃這種東西 台灣的特色 而這個富航豆漿的沖蛋後燒餅 有沒有 它是厚厚型的那一種 它每一份呢 肉量呢是406大卡 蛋白質呢15.8公克 脂肪15公克 飽和脂肪3.5 碳水化52公克 糖6.1 納含量592毫克 我那可以講 欸你剛剛不是講 推進兩三百大卡都可以嗎 你這是四百大卡呢 怎麼很這麼高還可以 其實原因在於說呢 我們要比較的是 如果你去那種傳統的早餐店 你買一樣這種厚燒餅 加料的 它一份下來可能 五百大卡以上 那如果你一樣 同樣都想吃這種樣的早餐的話 你買這種 有沒有超商的 它都讓你控的好好的 你也看得很清楚 它大概少了一百大卡左右 所以我們把它才放在 相對推進的影片包 因為畢竟我們每一集呢 我們都要開箱的是 超商的推薦跟不推薦 全家呢 SAVEN啊 它的品類啊 種類啊 每次都非常的齊全 跟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只能從中去取得 比較適合推薦 跟比較不適合的 不推薦的一個位 其實這個吃完 吃完有點讓我想失望 它這個餅皮很厚 會有點乾 有點柴 加上蛋麵很juicy 很多汁的感覺 我也覺得整體吃起來很硬 可能是一個老麵包 很硬的麵包 跟料整體起來 沒有那麼的好吃 我覺得沒有很推薦 真的要論好不好吃 我覺得這個只有兩顆心而已 兩顆心一顆心 整個富王豆漿欸 嗯 真的 啊不過如果去吃富王豆漿 還是不錯的 好不好 還是專心吃飯出來 熱壓吐司先不要 對 好 第五款是我們的 紐澳糧風味烤雞 大家有沒有看到 只要是紐澳糧烤雞 這種關係是 通常都是可以吃的 它的蛋白質 欸就是雞肉 雞肉呢 就屬於比較低脂中脂肪的 所以去吃到它都是沒有問題的 它是寫 美式的烤雞鐵排 加上七種辛香料調味 辛香料這種調味 也是沒有熱量負擔的 它如果是天然的辛香料 像那種胡椒粉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調味的食物 它這樣每一份呢是124公克 肉量呢是323大卡 蛋白質呢是15.6公克 脂肪呢16.2公克 化合脂肪6.3 凡是脂肪底 碳水化後28.8 糖4.6公克 那含量631毫克 這一款的脂肪呢 它有略多於蛋白質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整體的 控制在300大卡左右呢 還是可以介紹的 所以我們會選擇 它主要的原因是 它的蛋白質來源來自於肌肉 我覺得這個點是非常不錯的 所以在於可選擇的情況之下 假設都要用300大卡 它如果選擇這種比較原型思物的 我會覺得比較適合贏一點 它吃起來就跟那個 三明治的牛奧良的雞腿 是味道是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可是它的辛辣感 我覺得很讚 味道呢我覺得蠻十足的 它吃起來就是有 起司啊 雞肉啊 然後還有一些辛香 拌在一起 那如果說 我會不會選擇買來吃 我覺得這個是貴的 它吃起來味道還是蠻不錯的 味道好吃 這個好吃指數 我會給到四顆星 它非常不錯 你堅持呢 其實是可以吃的 我會想要盡量去多摄取 蛋白質的來源 在於每一餐當中 這樣呢可以達到 你一整天可以達到 蛋白質的需求量 所以盡量每一餐 每一次的選擇下 多選擇有蛋白質的食物 如果還有纖維 會更好一點點 好不好 那我們幫大家做個簡單的總結 第一點 我們會建議早餐呢 如果你想要減脂的朋友們 你可以控制在熱量的 大約在400大卡左右 這個是包含飲料的部分 你的主食部分呢 可能控制在200到300 飲品呢 選擇100大卡左右的而已 所以你可以稍微 稍微自己調整一下 第二點 如果呢 在經濟許可的情況之下 我會建議 如果要選擇三角飯 你可以選擇這種胖米系列 第一個 要來自於它的料呢 是比較十足的 它的量呢 料比較多 你的早餐呢 營養素也可以比較充足一點點 它有比較多的蛋白質 是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地方 第三個 我們在選擇這些 所有的超商系列的食物呢 我們因為已經比較沒得選了 然後又是屬於比較 是微波食品 接下來去選擇 它原型食物太 比較多的這個種類 好不好 像這個我們剛才想 選擇牛仔糧的雞腿啦 或蛋燒的雞蛋啊 或者是像剛剛講到那種 雞肉啊 好 這種都是不錯的選擇之一唷 以上呢 就是我們開箱 7-11的熱壓吐司系列 裡面呢 都有非常多很適合的選擇 可以讓大家去做挑選 下一集呢 我們就有講解到 哪一些呢 到底不適合 然後會容易採雷 其中有幾項 如果你不特別看到營養素 你真的也不知道 這款不能吃啊 一定要觀看我們下一集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見 告訴我一下 哪一個吐司 你最想嘗試一下 掰掰 還有一集 我們下一個吐司 我們下一個吐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